大家好,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三 北水方面,除了这边和这边有点跌之外 也仍然是回入,有进来的 因此这边上了一点,平均数上了一点 很多朋友会有一点要问 为什么会是一路北水进入,为什么市场还跌呢? 看看 升的,是吧?小矮矮 其他保险,地产,汽车,银行,保险是这里 所以基本上,大牛龟是跌的,因此全部都跌了 再其次看看,很多大牛龟都跌了 这些全部都有回调 这样就代表了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很简单,很多人就是沽了这些,就是这些酒资 北水很多是找买中概股的 所以这些小矮的那些,基本上仍然站在那裡 现在你买一些大牛龟的,好像腾讯,阿里巴巴 你将会是没有受损失的 其实,由今年年初起至今时为止 阿里巴巴和腾讯,它们股价是没有升过的 有些美团还会下跌过,低于年初的价格 那些会升到哪些呢? 那些三桶油呢? 那些三只电讯股呢? 所以在这些简单里说,会有点东西 看你买哪些好 买得不对的呢? 以为,啊,这个... 一度说,腾讯去年业绩表现好 一直都表現很好,很對不起,死定了 在這裏來說,最主要的就是 被人沽得多 不要小看南非那裏的騰訊大股東換人 這件事,換了一個人,他以前在高城做的 那會不會再說,今年以後是很節制地沽騰訊呢? 未必的,小心啦 同樣阿里巴巴也是 軟硬一樣會沽騰 所以,有時都說要堅逼清野 你不要跟別人頂住了,幹嘛還要努力? 不要讓他跌了 你放很強,你裝歸佬便出波 低價時才會接 這是一個持久的堅逼清野 但几个月之前已经说了要求是这样做的 要买的是买一些小的东西 再来看看有什么股票可以考虑 一只是电能实验,这只不小的东西 为什么买它呢?很简单 它出了个月高 对不起,先说了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方面又是这样 不需要说 似乎是要触摸保力通道的底部 保力通道的底部是176-83 也不是很远,只有200点左右 最高是由180到178 到200点,很容易 这就是电能实验 今天见了个月高 见了个月高之后,晴沉 就回回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